左流右心 健康安心 花蓮讚不讚 讚 為了大家的健康 能夠快快樂樂 所以說 及早做這個準備 讓我們花蓮所有的鄉親 都能夠健健康康 跟剛才的那個表演的小朋友一樣 今天凡事來了以後 或者以後打了以後 通通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 祝福大家永遠健康快樂 此一月一號開始 就有符合第一個條件的接種對象 我想是65歲以上的長者 還有一些慢性病的 還有在18歲以下的孩子們 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 只有你的體重 一定要來操作30的 等等這些符合條件的人 都可以在第一個階段來做事 那到了11月1號之後 就有第二階段的施打了 我們資格的人 就是50歲以上 所以在11月1號以後 大概不能打的 只有19歲到49歲 這個年齡才的 而且是沒有慢性病的 如果這個年齡才有慢性病的 他當然可以接種 流感可以吸管疫苗 但吸管疫苗呢 所以這兩個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不管怎麼說 今天非常高興好 希望我們的 就是今天我們的小朋友們 都來接種流感跟吸管疫苗 讓我們能夠快樂度過冬天 三年花蓮左流右心 健康安心 流感新冠期接種 守護家人保健康 讚不讚 讚